道路崎嶇不平 短短300公尺就有50幾個水溝蓋 騎士騎著機車上上下下左右搖晃 只能盡量騎在道路邊邊 就是怕一個不小心就會翻車 騎士相當困擾 因為水溝蓋太密集 通行時就會忽高忽低 再加上附近不太常淹水 附近住戶根本不知道 為何要設置這麼多水溝蓋 騎車又沒方便了 又太洗掉了 你擲不平 你現在騎著要繃著繃著 你擲著繃著繃著 你擲著身體就聽死了 為什麼用那麼多 那麼那麼多去給我擲 那東西的你中在做才不知道 除了騎士會騎這條路外 也有小朋友會騎腳踏車 經過一路搖搖晃晃 看上去真的很危險 再加上水溝蓋表面光滑 若遇上下雨天 水溝蓋會更加濕滑 容易造成騎士失控打滑 因為是兩邊都是當時的建村在 那當時的建村到底要挖左邊 還是要挖右邊 那結構又會害怕說破壞結構 所以說才會從中間挖出去 目前區公所已經有提案 將花145萬半里路面級溝蓋的改善 並打算封閉部分的水溝蓋 還給民眾一條平坦安全的路 記者賴關張林玉君才能報導